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两起震惊全球的重大事件 首先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宾州枪击事件后 突袭了嫌犯库鲁克斯的住所 发现了他的手机内 竟然有著名的英国皇室成员凯特王菲的照片 这一意外发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躲过暗杀未遂事件后 首次露面于密歇根州的大吉流程 并在激动人心的集会中 声称自己为民主挡了一颗子弹 他不仅在集会上 驳斥了对他极端主义的指控 还强调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和承诺 这两起事件揭示了极端分子对社会安全的威胁 并展示了美国特勤局和FBI 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专业素养 到底这些事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动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个宁静的秋日 宾州的巴特勒小镇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瓶颈 枪手库鲁克斯在街头肆意开枪 造成数人受伤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并在短暂而激烈的交火后 成功将库鲁克斯制服 然而 这只是事件的开端 FBI特工随后突袭了库鲁克斯的住所 试图查明他如此暴力行为背后的动机 在库鲁克斯的家中 FBI特工发现了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网络专家立即着手破解这些设备 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 当他们成功进入库鲁克斯的手机时 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凯特王菲的照片 这一发现引起了调查人员的高度关注和困惑 因为凯特王菲与这起枪击事件似乎毫无关联 美国广播公司NPR在一份关于袭击事件的电话简报中透露 凯特的名字被提到 这一细节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有人认为 库鲁克斯可能是凯特王菲的狂热粉丝 甚至可能有某种痴迷 然而 这一假设尚未得到证实 尽管如此 凯特王菲的照片的出现 给案件增添了更多的谜团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多关于库鲁克斯的信息被揭示出来 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一些极端言论 表达了对特朗普的不满和仇恨 警方认为 他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策划了这起袭击事件 然而 凯特王菲照片的出现 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FBI特工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迅速反应能力 不仅成功制服了枪手 还在短时间内获取了重要的电子证据 这些证据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库鲁克斯的动机和背景 这起枪击事件再次提醒人们 社会中的极端分子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仇恨和不满 无论是出于政治动机还是个人痴迷 这些行为都对社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警方和相关部门需要继续加强对极端分子的监控和打击 确保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这起事件不仅揭示了库鲁克斯的极端行为 也让人们看到了FBI特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专业和高效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多的细节将被揭示 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库鲁克斯的动机 以及凯特王菲照片在其中的角色 与此同时 前总统特朗普迅速回归公众视野 出席了在密歇根州大级流程举行的造势集会 以上周我为民主挡了一颗子弹这句话 震撼了现场的成千上万名支持者 刚刚经历过暗杀未遂事件的他 站在讲台上声音充满激情和坚定 他说上周六 我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暗杀未遂事件 但我站在这里依然为你们而战 我为民主挡了一颗子弹 特朗普的这番话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他继续说道 他们说我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但事实是 我是为了保护你们的权利和自由而战斗 我根本不是极端主义者 我是一个爱国者 在这场集会上 特朗普不仅驳斥了对他的指责 还详细讲述了他在暗杀未遂事件中的经历 他描述了当时的紧张情景 以及他如何在保镖的保护下迅速撤离现场 他说那一刻 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不仅仅是属于我自己的 他属于所有支持我的美国人民 特朗普还借此机会强调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 他表示 如果再次当选总统 他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加强边境安全 并确保每一个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保护 他说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共同面对挑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美国的伟大 在集会的最后 特朗普呼吁他的支持者们积极参与即将到来的选举 他说 每一张选票都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声音被听到 让我们一起 为了我们的国家 为了我们的未来 继续奋斗 BBC的报道 则进一步描绘了这场集会的场景 在美国密歇根州大吉流城的范德尔竞技场 数千名热情的支持者聚集一堂 迎接他们的英雄 特朗普 这场集会不仅是一次竞选活动 更是一次对特朗普在上周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 勇敢表现的致敬 特朗普在众多美国特勤局特工的护卫下进入会场 现场气氛热烈 支持者们高呼口号 挥舞着印有特朗普照片的T恤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色帽子 特朗普在讲话中将自己遭遇的暗杀未遂事件 视为一种牺牲行为 并表示 上周我为民主挡下了子弹 我做了什么反对民主的是吗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多的细节被揭示出来 枪手库鲁克斯在宾州的枪击事件后 FBI特工突袭了他的住所 查获了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网络专家在破解这些设备时 意外发现了凯特王菲的照片 这一发现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有人认为 库鲁克斯可能是凯特王菲的狂热粉丝 甚至可能有某种痴迷 然而 这一假设尚未得到证实 美国广播公司NPR在一份关于袭击事件的电话简报中提到 凯特的名字被提到 这一细节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有人认为 库鲁克斯可能是凯特王菲的狂热粉丝 甚至可能有某种痴迷 然而 这一假设尚未得到证实 这起事件再次提醒人们 社会中的极端分子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仇恨和不满 无论是出于政治动机还是个人痴迷 这些行为都对社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警方和相关部门需要继续加强对极端分子的监控和打击 确保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总的来说 这起事件不仅揭示了库鲁克斯的极端行为 也让人们看到了FBI特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专业和高效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多的细节将被揭示 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库鲁克斯的动机 以及凯特王妃照片在其中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为大家带来一场奇幻的新闻之旅 这次我们要谈的可是爆炸性的内容 涉及暗杀未遂、极端分子、还有皇室八卦 听好了 首先让我们来到宾州的一个宁静小镇 那里突然枪声大作 是的,你没听错 库鲁克斯这个开心果 居然拿着枪在街头表演 搞得整个小镇鸡飞狗跳 FBI一出手 库鲁克斯就扑街了 但这还没完 特工们一查他的住所 发现了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结果凯特王妃的照片蹦出来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照片 而是波澜不惊的凯特王妃快照 看起来库鲁克斯不仅对特朗普不满 心里还藏着个皇室梦呢 FBI的特工们简直就是拆弹专家 不仅迅速制服了库鲁克斯 还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线索 接下来我们的主角特朗普登场了 他在密歇根州的大吉流程召开了一场盛大的集会 简直像是超级英雄归来 红色帽子与T恤在空气中飘扬 支持者们热情似火 特朗普在这次集会中展示了他为民主党子弹的豪情壮志 言辞之中充满激情和坚定 他将自己描述为维护民主的超级战士 并声称自己不是极端主义者 而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者 这一番言论不仅引发了现场的热烈掌声 更是让他在支持者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特朗普的演讲不仅是个人秀更是一次政治宣言 他详细讲述了暗杀未遂事件的惊险时刻 并借此强调了自己对美国未来的愿景 经济增长 边境安全 人民权利 这些都是他再次竞选总统的核心议题 特朗普的讲话简直像是鸡汤文 让支持者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 同样在大极流程的范德尔竞技场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早早排起了长队 甚至队伍绵延了三英里 这场集会不仅是一次政治活动 更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节 暗杀未遂事件引发的恐慌 似乎并没有阻止人们的热情 反而让更多的人前来支持特朗普 现场的安保措施也提升到了新高度 特勤局和警察们如临大敌 确保每一个角落都无死角 在这次集会上 特朗普不仅讲述了自己的英雄事迹 还与新竞选搭档 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共同出席 这对组合无疑为特朗普的竞选 注入了新的活力 尽管拜登因新冠检测 呈阳性暂停了竞选活动 特朗普却丝毫不放松 继续在关键摇摆州进行拉票 总体而言 这场集会展示了特朗普的坚韧与决心 同时也让他的支持者们 看到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承诺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 特朗普的这次演讲 无疑将在他的竞选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好了 朋友们 这就是本期新闻的精华总结 从枪击事件到政治集会 这一切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不过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保持理智与冷静 毕竟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事情 不是我们能轻易改变的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记得关注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在宾州枪击事件后 突袭了枪手库鲁克斯的住所 发现了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网络专家在破解这些设备时 意外发现了凯特王菲的照片 这一发现引发了广泛关注 因为凯特王菲与枪击事件 似乎并无直接关联 库鲁克斯在社交媒体上 曾发表极端言论 表达了对特朗普的强烈不满 警方推测 他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 策划了袭击 然而 凯特王菲照片的出现 为案件增添了更多谜团 FBI的迅速反应 和获取的电子证据 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 库鲁克斯的动机和背景 在这起事件发生后 特朗普在密歇根州 大级流程的造势集会上 声称自己 为民主挡了一颗子弹 以此驳斥外界 对其构成民主制度威胁的指责 特朗普在讲话中强调 自己不是极端主义者 而是爱国者 并表示 如果再次当选总统 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加强边境安全 和保护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 数千名支持者 参加了这场集会 许多人表示 是因为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而来 集会现场安保措施严格 特勤局特工紧密监控 以确保安全 特朗普感谢支持者的到来 并强调了他的信念 及神圣的干预 使他免于被杀 暗杀未遂事件发生后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仍然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 警方在其他地方 也逮捕了涉嫌威胁 特朗普和拜登的嫌疑人 特勤局将对安全措施 进行严格审查 以防范未来可能的威胁 这次集会 不仅展示了特朗普的坚韧和决心 也让他的支持者们 对他未来的承诺充满信心 尽管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 但他仍然坚定地 继续他的竞选活动 呼吁支持者们 积极参与选举 为美国的未来共同奋斗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谢谢大家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特朗普在密歇根州造势集会上 宣称自己为民主挡了一颗子弹 我认为特朗普的言论 不仅是在夸大其词 还在为自己的政治利益 谋取同情分 要知道 特朗普一直以来都喜欢利用危机事件 来强化自己的政治形象 试图将自己 塑造成一个受害者和英雄 这次也不例外 楚天书 你这话可有点酸了吧 特朗普这次确实躲过了一次暗杀未遂事件 他在集会上说自己为民主挡了一颗子弹 这种英雄主义的表述 无可厚非啊 而且 你让一个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 不上舞台上诉说自己的经历 这不是太苛刻了吗 再说了 历史上的许多伟大领袖 都是在危机中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的 特朗普也不例外 奇奇 你的观点让我想起了拿破仑 他也曾经利用战场上的胜利 来塑造自己的伟大形象 但结果如何 他最终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特朗普在造势集会上 大肆宣扬自己为民主挡了一颗子弹 实际上是为了博取选民的同情和支持 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民主价值 根据FBI的调查 枪手库鲁克斯的手机里 还有凯特王菲的照片 这说明袭击很可能是一个孤立事件 与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并没有直接关系 拿破仑 你这是要把特朗普和拿破仑相提并论吗 历史真是有趣 如果非要找个例子 我倒觉得特朗普更像是丘吉尔 面对二战时的危险 他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无谓的姿态 再说了 凯特王菲的照片出现在枪手的手机里 这只能说明枪手的心理状态极其混乱 未必能从中推断出他的真实动机 即使如此 这次事件也确实是对特朗普生命的威胁 他利用这一点来强化自己的政治形象 这难道不是政治家应该有的敏锐和智慧吗 奇奇 你这番话让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喜剧演员卓别林 他在大独裁者里模仿的独裁者希特勒也是通过危机来制造个人崇拜 特朗普的操作手法和这种独裁者有相似之处 都是利用事件来强化个人形象 而忽略了真正的民主需要的是制度和法制 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NPR的报道 特朗普在暗杀未遂事件后继续参加竞选集会 并强调自己为民主而战 但这种言论的背后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民主事业 楚天书 你这联想也太飞跃了吧 从特朗普到卓别林再到希特勒 真是有创意 不过说实话 特朗普即便有个人崇拜的成分在 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在危机中展现出的领导力 确实让他的支持者更加团结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政治家 都是通过危机来展示自己能力的 想想罗斯福的新政 他不也是在大萧条时期 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政策赢得了民心吗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看到他在遭遇暗杀未遂后 依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面前 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他的信任 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啊 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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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